大家好,歡迎來到動漫廢物的漫畫社倫眼 沒錯,今天是我,天造主持的 因為漫遊者有東西,不得閒 今天我們請了一堆嘉賓上來 他們是隸屬某個團體 那麼複雜介紹的東西 我就多數叫他們自己做 大家先報名,慢慢一個一個來 大家好,我是Opera CG的團長 叫我Miss Yu就行了,你們好 Hello,我是Duncan 我是Nicole 我是明海 我是潛 我是Joyce 我是Tim,不是這個團體 我想由我來介紹會比較古怪 所以我還是交給Miss Yu說你們在做什麼 還有你們是一個什麼團體會比較好 我想好 好,我們Opera CG就是2016年成立 我們這個團體是將古典音樂和動漫音樂 配合一起的一個表演藝術團體 裡面會包括歌唱 戲劇,舞蹈,甚至很多幕後製作 我們都會一起參與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全部的表演藝術共融的團體 全部都是由香港本地大家喜歡表演藝術的老幼少 可以叫做我們從小到很大的年齡層都涵括道 那即是,以我僅有的認知 Opera即是一些類似鬼佬大戲的物體 是 即是那些東西 但如果叫做ACG Opera 即是跟一些ACG相關的鬼佬大戲 是的 是的 OK 那你們各自是負責什麼呢? 我好奇問一下 好,那交給我們的團員自己說一下 Duncan 我就是負責這個聯絡人 即是說在這個場地和這個對外 我都是要去負責去聯絡 例如預約完場之後去跟隨那些東西 接著之後呢,我還是這個男主角 即是說在今次這個劇部裡面 那下一位 即是容許我 即是我理解呢 Duncan他應該是負責跟別人聯絡 以及他是負責有份表演的 我是這樣理解 是的 是的 那大家很清楚是不是? 那就 可以到下一位了 剛才說到 其實我們這個團體 其實都是 團員自己 做回所有 除了是表演者之外 行政方面都是自己解決的 剛才Duncan是聯絡人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成員 都是負責 但是解決行政上 例如出報告 Facebook報告 即是好像PR 那樣 或者其實我自己也是在做財政方面的 是的 那就 即是有雙重的責任 不只是做表演 直接參與團裡面的運作 OK 我想你的意思是 你們每個人都會有份表演 對 而相對你們會負責在一個 個組織裡面 即是某一部分 沒錯 那你負責什麼 對不起 負責管錢 是的 我錯過了 你的聲音太好聽了 對不起 口罩我阻礙了 我是Joyce 我曾經在Opera ACG的製作中 我有擔任服裝設計 除了設計之外 也有做的 叫做踩了半隻腳在後台 或者是幕後工作 同時我也是有做過演員 那麼 是的 比較 兩台前幕後的事都會做過 非常好 我呢 其實 暫時只是攝足在台前表演的小薯仔 嗯 是的 那 他們在騙手吧 哈哈哈哈 多一個職責 跟大家 做大家吉祥物 哈哈哈哈 嗯 那麼 小潛也說是吉祥物 我應該連吉祥物也不是 我這次 我這次 不是這次 我一直參與Opera ACG 都主要是台前的演出 那這次就很開心 就和Duncan 就會是做我之娘裡面的相似組合的 那就是我是Lin 那她就是阿Lin 對了 好像還有一個還沒說 咦?我明明說了話的 哈哈 你要說一下你負責哪一步 我呢 就其實整個Opera ACG的打閘 終極打閘 就是我了 有些哪方面需要我去支援的時候 我就會出現的了 那所有台前的訓練 就是演員的訓練 包括歌唱啊 戲劇啊 或者有些在舞蹈裡面 有時候要編舞的時候 都會幫助他們的 那幕後就是 幫手統籌啦 一定是統籌我們的節目啦 然後分配工作啊 那看看哪些團員 他們的不同的崗位有聲音 那他們會幫忙 安排各個崗位的工作 那就是這樣了 那我就不會在台前表演的 我其實就不應該要做這麼多事情的 譬如DSM也要做 打閘也要做 director也要做 但是暫時我們的資源所限 我們是一腳踢的 那大家都是很互相幫助的 這些明白的做網台也是這樣 很明白 那我覺得在講任他們之前 就一定要做宣傳 上來當然是有些目的 大家是不是 那我知道如果放在最後 就很多人就會在最後 我都害怕 那所以呢 我先給你們一個機會 宣傳 雙子 什麼啊 來 朱朱 嗨 我們接下來 這個 3月25號 就會是我們Operate CG的 一個 一個 叫做我們最最最最重頭戲的一個演出 那其實 由成軍 譬如說 由16年開始 其實基本上在準備的很多東西 都是給這場表演的 那就是我們惡之糧的第二個補曲 那 那 這個 為什麼叫第二部呢 其實是因為在我們上年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第一回 那 而上一次也都 就是得到很多大家的支持 那所以那次的Full House 就令我們覺得 啊 其實可以搞第二場 which is 那個 Po 那個 規模 是真的比上次大多 那 那 也都會是在沙田大會堂的演奏廳 那 也都有幸可以找到一些Live的Orchestra 那 還有Live的Band 作為我們一個 Sound 就是在一些Sounding上面 是做到Live的演出的 那 那 今次覺得 就是很想 推給大家認識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Opera CG 就是想做到一些很Fusion的東西 就是一些Opera 或者一些AC 一些很Classic 以及一些很Modern的東西的融合 那 which is 對於一些可能 大家都是動漫對於來說 都是聽開演唱會 聽開Live的人來說 會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那 是的 所以 今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陣容 一個 我們會全新演繹 就是 我知道梁所有的小說裡面的主線 那 大家有興趣看Vica 看Live 看Org 或者看我們的演員 都很歡迎來我們的演出 是 好了 接著來到正題了 因為其實我想 如果不太認識你們的人 就可能會有少少迷惘的 聽到這裡 首先 包括我在內 那我想我首先要問一下 其實你們這個項目是怎樣做的 或者你們這個團體是怎樣組成的 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或者怎麼會令你們聚在一起去搞這件事 嗯 就挺特別的 其實呢 是這樣的 那 香港已經有很多 其實 就是 不同範疇的表演團體 你說戲劇的也有 歌劇的也有 音樂劇的也有 也有 不過呢 都未是真的做到 可以是放在ACG的 2.5次元這樣放上台 不是這樣做的 那 那Opera CG怎樣組成呢 就是 當初呢 是我認識一班 就是很愛好唱歌的學生 那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那原來他們很多都喜歡ACG的東西 那 那 音樂好 那個故事好 那他們會跟我推介的 那的時候呢 那他們是 也都很想把一個 歌唱的技巧提升 在他的ACG那個音樂裡面 他演繹得更好 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 因為本身我就是在古典界那邊出生的 那我就把兩樣東西 不如就把它共用 就可以把這個古典音樂的技巧性的東西 就可以加回去 或者加入ACG 他們的音樂上面 他們用回一個更加好的技巧 裝備得更好 去演繹出很多很精彩的音樂 或者一個故事 那所以呢 就 那個機緣巧合就是這個位了 那我就開始就 Brainstorm 不如就來一個大龍鳳了 那就搞一個香港未有的 即是純Opera有 可能有很多的ACG 這次團體也有 但把所有一次共用的 就沒有 那就 就此彈生了 OK 那 你怎麼找到現在的Crew 應該叫Crew 即是現在的成員 我會這樣說 都是你的學生 還是 小小是我的學生 學生下之後是他們的朋友 對 都是朋友來朋友 被扯進來 我也是Walk In的 完全是 我是在Facebook看到這個團體 然後挺特別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一些 classical opera 我喜歡ACG 從來都沒有想過 把他們放在一起 那就 就這樣 淡淡淡 不如採訪去試一下 那就 加入了 你們有採訪的 嗯 我也是在Walk In的 但我是逛行活動 我忘記了CW還是RG 我逛行活動的時候 看到有Liflet 所以我才會去採訪 OK 那除了Walk In 還有沒有其他途徑 大家分享一下 還是Friend啊Friend 對 即是朋友說 我這裡 你過來玩嗎 你過來玩嗎 完全是活中服的 你的朋友揉著你 你過來嗎 其實是邪教 我聽到很多人 本身 你來了嗎 即是那種 好像很久沒見 但在撞回 我本身找滅書 是去學小提琴的 那接著之後 我找了去學小提琴 之後 就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了做 學唱歌 那 接著呢 就學一下唱歌 然後 於是同期 認識了很多 就是 唱ACG翻唱的 學生 跟他上課 然後 然後 同期 他就找我 不如 參加 唱歌 表演 那我就 上了擦船 然後 之後就做了男主角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就做了男主角 就做了男主角 本來我只是學小提琴 對 無緣就變成男主角 對 都是一件好事 其實 其實都OK 你們整對 阿密書爾里的印象 你們整對團隊現在有多少人 不算幕後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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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大概 沒有 你幕前也有30 對 我幕前也有30 這麼多嗎 一定有 那就是我 20幾人 40幾 50人 都 那你組織這件事搞了多久 就是籌備到現在的規模 現在也是在籌備的 即是來到這個步驟 你花了多少時間 應該這麼說 2016年開始有這個想法 應該是年初 都申請了非牟利的政府 十月正式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平常訓練 對戲劇和唱歌 對 十月左右 那時候 十月左右 已經是正式 我們平常有訓練 就成了一班 台前那一堆 幕後那些 就慢慢有家人 進來幫忙 一開始 好像2016年的時候 我知道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好像也不太多 只是主要的 只有五、六個 一開始 對 之後再選擇 然後有十幾個 然後就做 就是選擇一 對 然後再選擇一下 然後再選擇一下朋友 然後再選擇一下 這個人數 對 那我又好奇問一下 你們這個組織的項目 就是那個 惡之典糧嗎 惡之典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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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其實 這個是其中我們一個製作 是的 Operate CG 其實之前也有做過 不少製作 這個是我們製作的第二回 這樣 就是 這個是你們的 就是你們形成後的一個 可以叫做第一個項目 因為這個就是第二回 叫做 可不可以叫第二回 如果是 all in one project 應該是說 把所有的表演藝術 丟在一起 是的 那就是當Opera計 這樣 就是我支量是一個 最大型的project 那就是 part one和part two 更大型 但是之前我們 就是for training 或者我們其他的 表演性質 我們都有做過舞台劇 畫劇 還有一些concert 就是他有 唱一些音樂劇的選段 讓大家 搭多一些台版 或者真的做一些 不同的 不同性質的演出 就是純音 在音樂上面的 戲劇上面的 但是 我支量呢 就真的把所有東西 融在一起了 好的 好 那就 算我 孤立寡問 我想問一下 究竟 怎樣跟ACG 產生關係 我想問 有沒有舉例 並說明之 我會比較容易理解 有的 Joyce說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我興奮 其實 你可以叫下一個人說 沒錯 不可以的 這個好像小組套 Nicol Nicol 我知道你本身是 樂P在 Nicol Nicol 投稿 的一個 音樂系列 是 因為他 用Vocaloid的程式 寫了一些歌 而他的歌曲 是有關聯性 是有故事性的 其實他根本就是 借著 去寫歌 以及他的曲子 去做了一個故事出來 而 因為 其實他不是來自真人 他是來自一個 電腦裡面的虛擬角色 是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Vocaloid 初音 Kaito 其實是一些比較廣為人知的 虛擬人物 虛擬人物 動畫電影也有很多音樂 所以其實動畫 這些這樣的音樂 其實 都不會像J-pop 或者古典音樂 成為一個主流的音樂 反而是他自成一派 就是一個小組 即是我們這些 同好 新的圈子裡面 一個比較廣為人知的 一個種類 其實Opera ACG怎樣 將Opera 和ACG 能上關係 就是我們選的題材 都在這些方面入手 但是 意義方式 就選用Opera 例如我們會有 Occ 會有 重新去找另外一些 在Opera裡面會出現的歌曲 去配搭進去 組成一個新的劇目 劇種 所以就會是 一個Fusion 就不只是玩ACG的音樂 也有玩classical的 東西 也有用classical的技術 但是內容就離不開ACG 所以其實兩樣東西是 如果配合得好的話 會是 一個比較新穎的媒介 讓大家認識兩邊 Opera和ACG 對 剛才Joyce說的 我也覺得我們很重點的 Opera和ACG的融合 就是我覺得 Opera其實只是一種 方式去怎樣帶出 一個演繹的手法 而ACG是一個我們很喜歡的 就是一個類別 就是代表是 Anime Game 和Comics 就是一個動漫的世界 但是其實一個動漫世界裡面 其實 就怎樣去演繹一些歌曲 或者怎樣去演繹它的世界觀 其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這個團體就會用作Opera 好 介不介意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這樣說 其實你們的團員 應該大部分都是 或者全部都是ACG愛好者 還是本來有些只是唱歌 不知道是什麼 我好奇問一下 我們的團長 即是我 就不是一個ACG的 就是我都知道有這些東西 我是 他不看的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一定是需要科普的人 但是我就覺得 他們介紹給我聽的時候 你說基本最簡單的 Cellar Moon 我當然是認識的 但是說再多一點的 我就不太認識了 但是他們介紹給我看 有時候聽聽一些音樂 其他的動漫音樂的時候 我一聽下去 挺精彩的 好聽的 然後我腦裡即時會有一些 如果用一種 classical的方法去演繹 不論用管弦樂的 或者 in classical way 唱歌 一個尾聲唱法 去放進這個 用ACG的音樂的時候 我覺得 那個 情感的表達 可以有很多個層次 很多個 layer 除了這個 尤其是 有一個 獨特的感覺 但如果我再把它擺放 一個 live performance 或者用一種 古典的方法去演繹 的時候 可能更具 一個人性化 或者衝擊感 所以我就覺得 這件事很有意思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本身不知道的 原來 ACG裡面 就是他們的動漫音樂裡面 很多language 除了這個 日文之外 很多時候都涉及了 有這個 拉丁文 還有德文 那就是我們 Opera界的時候 是必須 必修科 意大利文 德文 法文 拉丁文 是一定要懂的東西來的 那我覺得 這麼有趣的 那就將它 兩樣東西融合在一起 那就更精彩 OK 那Miss You就是 對於ACG界 比較 沒有什麼認識 你就是 我會這麼說 教別人唱歌 那些 那有沒有一些 是不懂唱歌 但是中了進來學的 就是ACG開好者 我 我 你拉小的琴 是啊 我拉小的琴 那時候就 在浸會那裡讀音樂 然後之後 機緣巧合之下 認識了Miss You的一位學生 然後她介紹給我 然後我認識了Miss You的 然後呢 我對於動漫那邊 又不是很深認識的 什麼 不用扮演 什麼 不是很深認識 什麼 然後就 對 就是 你們 吹 給我 給我 那些 東西看 我就比較熟 那 就是 我自己的理解 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我知道你已經是假裝了 哈哈 你的樣子開始 很假 讀到 讀到入心 讀到入去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理解就是 就是 就是 而Miss You的 就是在 古典音樂界 曾經 就是 的知識 還有 就是她 她懂的 東西 再加上 我們 就是 懂得ACG的 那些 的元素 那 用一個 就是 古... 就是 那個叫做 Opera的形式 這樣做 很可愛 那就 什麼呢 搞定了 哈哈哈哈 就是 在Opera 就是 你看Opera 你會 你會 很悶 或者不知道做什麼 坐在這裡睡覺 那 但是你看 日本的 這個是只能夠代表你自己的 我自己 純粹 我個人的立場 那 我個人的立場 就是 你在 看Opera的時候 你混合日本的東西 你混合 一些 就是 動畫故事 這樣 擺在一個 就是 我們偏向 是嚴肅一點的 Opera 的 地方 譬如在大會堂 裡面 製作 我覺得 非常之好 就是 我很個人 是 我們唯一的男性團員代表 中文有點可愛 不好意思 我覺得挺有趣 很可愛 他走這個路線 我告訴你 這些才受歡迎 不是 他已經被人立了 沒有人立了 這些之後才說 好 我想問一下 關於 你們的劇目 因為 老實 我是完全不知道劇目說什麼 我也不想你們劇透 因為 基於劇透死全家 還有你 說了也不想入場看 對吧 反而想問一下 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選這件事來做 你想傳遞什麼訊息給觀眾 還有 或者 我當你們找機會 推銷給聽眾 就是 這件事有什麼好呢 阿潛有點見解 對啊 咦 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重複你的問題 阿潛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說 這個劇目 你覺得可以吸引到入場看 還有有什麼訊息可以帶給聽眾 我意思是觀眾 你覺得這件事有什麼好呢 我可以給你30秒 你慢慢 我可以給你30秒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30秒 你也可以說 沒所謂 那不如就由我們的 財政低伸 是 對 財政低伸 我看到你們有很多東西 我寫得很少 但是 沒有Single Space一頁 沒有不少 那些緊張就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都要寫定一些 那簡短地說 你是 一個 針對這個惡良意 有什麼訊息 有什麼Sale 或者你有什麼吸引到人 你覺得 你當然是找夠吸引到人的事 你才做 你很難會找些 不吸引人的事 我想做的 但是 我們一群有英俊美女表現 非常吸引 非常揚眼 這件事我先說一下 那 我先出去 我們服裝都是自家設計 很多都是自家設計 很多都是自家設計 還有 那 如果說回團體的話 其中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ACG音樂 我自己是做翻唱的 我一直是 定死了 ACG音樂就是 pop 就是流行曲 這樣的曲式 那 今次 主要是用 一個比較古典的 opera 形式去演繹 那 那 米主剛才說過 有些歌是 混合了 除了日文之外 有意大利文 拉丁文 那些 那 希望就 藉著 混合了不同語言的曲目 去 讓大家接觸不同文化的歌 而去抽拼成的整個劇本 因為每首歌 它不同語言 但是它 可以幫到我們 將我們劇本 我們想帶出來的訊息 都 說出來 代替了台詞 其實這個形式是 其他 可能普通音樂劇 舞台劇是沒有的 那 但是為什麼選擇 惡之略 這個 這個 這個系列 都會這麼說 是經典的 他們告訴我 哈哈 你喝了 剛剛一出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想的時候 樂總想出來的 就是 你不用壓下聲音 就錄了我 對 一個幕後團員 對 幕後的團員 幕前展示 對 幕前的幕後團員 然後她 給了我們這個建議 去做 就是 她那時候覺得 這個 劇目 就是 又一出名 然後 又是 中世紀 然後 她也是 組曲的形式 然後 她給了我們意見 我們就 接受 嗯 其實那些團員 本身是個連控 來的 她有充滿私心的 這個選擇 老師 欸 你說多一點 你說多一點 我覺得 為什麼 我應該要介紹一下 潛 我覺得 其中一個看頭 是因為小潛 起到 因為 小潛 大家不太聽到她的聲音 很少出聲 但是她一出聲 是全世界 會迷到她的群下 因為她是 真的很可愛 這樣的感覺 小潛 你說多一點 不要聽明海聯說 嗯 我們還有更加其他 更好看的 男演員女演員 大家來到就知道了 拍手拍手 Yeah 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可不可以 因為我剛才聽到 是 惡之良 是一個有故事的 是 的東西 其實是 女女可不可以說 關於什麼 即是說少少就可以了 不要劇透太多 惡毛 臉和臉 雙子的 基本 是 絆 絆 即是那些很多動漫 很喜歡用的字 是 是 Vocaloid 嗯 嗯 嗯 我們儘量不要劇透 所以 其實我在hashtag 對 hashtag 雙子 hashtag Vocaloid 我們輪下去吧 Mishu你呢 音樂 嗯 我覺得是一個 親情的故事 hashtag 親情 有些還沒說hashtag 嗯 嗯 嗯 我知道你想我hashtag 你是英俊 OK 下一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之良是一個悲劇 如果 如果有 對於歌劇有些認識 或者有少許 去 想了解多些 究竟歌劇和其他 演 其他 劇目 有些什麼不同 就是我會發覺歌劇有很多都是悲劇的 而我之良 這麼適合也都是悲劇 嗯 所以 令到我之良是一個很適合 放在歌劇名色作為 表達題材 因為它有很多情感上的宣洩 所以 而歌曲就更加是 去 將這些情感放大 嗯 去將那個情感投射給觀眾看 所以 無論你是喜歡我之良還是喜歡歌劇 我也覺得這個是可以 做一個消遣的活動 嘗試一下 如果你是喜歡歌劇的 你就可以接觸一下ACG 如果你是喜歡ACG 你也可以同時接觸一下歌劇 即使用來買歌劇 removed 一定很答istics 是 我想問一問 這個是你們的頭部 吃的評論她們如何 你們做之時 其實現在的事又回顧 你們覺得那時候 因為你一開始做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些回響是怎樣的 其實你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會有什麼期待 到真的做完了 你們會覺得有什麼比你們想像中厲害 或者你們覺得 都還差一點 期待? 我只期待我的團員很勇敢地在台上發揮 我就已經覺得成功了 那回響上次是好的 正面的 我也很開心 證明了其實很多人都可以在香港 很多人都欣賞不同形式的表演藝術 會去支持本土的表演藝術工作者 很多大家都在上班的來參加團體 或者是上學的來參加團體 再要花很多時間去排練 那原來觀眾是珍惜 亦都是支持大家的付出 那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也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只看大家都應該有正職工作 還要抽時間出來排練一個真正的表演 那是辛苦的 因為我自己都感同身受 我經常說我是一個網台 一個星期做七個節目 那也要上班 那我想是值得給鼓勵這些 為了自己興趣去做一些事的人 我經常都覺得 那你們覺得做完Part1之後 有沒有什麼是可以更厲害一點的呢 這次其實加上鼓勵樂團 以及整隊樂隊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之前是有玩樂隊 但是又沒有試過加上整個戲劇 整個製作品 以前我在鎮會的時候 就覺得在鼓勵樂團已經很困難 然後如果再做音樂團 是更加困難一點 但是那時候那些已經是專業的 專業的 然後我們現在是 整班都有業餘 雖然我們是聘請了一些 外面專業的樂隊 幫忙去拉他們彈 但是我們如果困在他們 我們跟他們一起配合的 這個是一和二 我自己覺得最大分別的地方 我自己就覺得很… 對 很緊張 很緊張 真的很緊張 我覺得一同二一定最大最大的賣點 其中我們這次的很大的一個賣點 就是我們的Live Band 和Orgestra 因為無論是ACG的演出來講 在香港會適合到Drama 或者這種舞台劇的 我印象中都得很少 可能前幾年有做過 有關Sound Horizon的舞台劇 但是也會以播放音樂的形式 因為其實很多香港場地的限制 或者資金的限制 或者練習時間等等 在香港其實做這些 本土的音樂的限制十分之多 因此這次可以做到一個 擺上一個這麼大的舞台 但是其實原來是跟ACG相關的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所以 which is 是…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其實不是ACG 就等於是一個很偏門的東西 或者是很少人形式 只有少數人會看 是少數人會喜歡 但是其實它也是一個 可以擺得上大台面的一個類別 你們接下來會有一個show part 2 就是我八卦問的 你們一個星期用多少時間去prep 你不算他們現身在rehearsal的場地的話 其實他們每天都自己在prep OK 當然啦 就算我不是也會說是 例如你們總會要一百人出來 去搞一會 sorry 一百人搞一會是星期六日 那一至五就自己約出來練 一些未來的展望 就是… 就是… 希望都…都收得啦 這樣 的時候你們是會做part 3 還是開一個另一個新project呢 有沒有想過 會開新project 會開新project 那因為… 呃… 多一些不同的ACG裡面的 劇… 總的元素 我希望 那…就把它拿來變成是 就是用一個opera 就是music drama的形式 就是歌劇類的形式 那…去表達 那會開另外一個劇目的 那…也都… 除此這個… 就是… 在drama… 不是… 在opera的劇目以外呢 我們都會保持著做舞台劇 那… 因為對大家的演戲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是的 這件事 啊…還有一些補充 剛才你說的這個orchestra 古言樂團 那…其實… 現在我們邀請是professional的players 來… 就是做我們的樂手 那…其實很多都是… 就是他們… 雖然是古典界的人 那… 當初找他們的時候呢 是說我2016年的時候 已經在問他們的 我說如果我成立一個團的時候 我要搞一個大project 你們會不會有興趣 來演奏ACG的音樂 呃… with一個新的arrangement 那… 很開心的是 原來我就知道了很多的朋友 古典界的朋友 他們很多都是喜歡ACG的東西的 雖然平時只是拉古典東西啊 就是演奏古典東西 但是他們很多都喜歡聽 ACG音樂啊 看很多動漫 漫畫 就是很… 就是一定比我更厲害 他們的orchestra player 哇 原來這麼厲害 然後我一說 他們都全部是下頭的 他們都答應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們 那麼全力支持我們 就是我們演員上面 很多都是armature 就是葉餘性一點的 但是他們是很期待著這個project 就是一直都問了 喂 你們什麼時候開場啊 什麼時候開場啊 預訂到場了嗎 怎樣啊 搞成怎樣啊 好 最後兩項 如果有聽眾 我想你們還收人 如果有聽眾 或者有人知道 也有興趣想去配合你們的團體 可以怎樣找到你們 我們下面那個有條網址 我們會把資料 我會把資料放在連結上的 但是也先說一聲 我們的Facebook上長期都會有post 我會把資料放在連結上的 我們就會有專人接聽你的電話 不是 是接聽你的電話 是不是會回覆你的訊息 我會把資料放在連結上的資料 不過我也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省下八元的手續費 也可以去通理琴行 某些通理琴行 以及一些大會堂 都可以是免手續費的買賣 我們就在做這個學生 就是全日制的學生 長者 都是會有八折的 和雙彈士都是八折的 大家如果是大學生 不要緊 大學生都有你的份 只要你是當日出示 有效的學生證 那你就可以得到八折的 好 那就相關的招呼也是那句 我們會放在連結那裡 最後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再說 就是一兩句 什麼記住買票的那些 希望大家支持本土的表演藝術者 他們是很用心的 我們會不斷努力的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台前幕後的團員 工作人員 買票買票買票 記得來支持我們 買票啊 來看啊 來看啊 來看一些英俊美女 你進來也可以變成英俊美女 有英俊 還有英俊美女 Yeah 好 那就 大家記得買票 好 那就下次再見 真的很感謝各位上來受訪問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再見 記得買票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谢谢观看